HELLO 大家好 我是天文工廠 教育訓練副理 JUSTY 人稱二刀子 我們進來討論的是擴背肌 很多人都說我在做背部訓練的時候 為什麼擴背肌沒有感受 到底什麼是背肌 What 那我們今天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走 好 一開始我們在做背部訓練的時候 首選的就是這個 滑輪的背部下拉 一開始我們要先強調一下 背部下拉它雖然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器材 但並不是適合我們一個 對 有可能是你的肩膀的穩定度不足 所以在你做的時候呢 做度就會變差 不過我們還是為你們示範 怎麼使用這個器材 一開始 我們要先討論一下 握具到底要多寬 請先把你的手舉起來 兩隻手乘90度 這個寬度就是你的握具 OK 然後呢 握著握把 坐下來 在做的過程當中呢 請注意肩膀 很多人在做的時候呢 肩膀會上下的移動 好像在玩遊戲一樣 好 請不要這樣 請把你的肩膀固定起來 之後呢 手肘垂直往下 拉 將槓桿拉到你的下巴 再放回去 在過程中 請注意肩膀 不要去移動 不要這樣子移動 非常的不OK 反腹動作 然後呢 結束 站起來 當我們在做完這些動作的時候 你還是感受不到 背部的肌肉的話 那我們就會推薦你做替代的動作 好 很多人都會說 做背部訓練的時候 感受不到我們的擴背肌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肩膀的穩定度不足 我建議你們可以選擇一些 低手位置的動作 什麼叫做高手位 什麼叫低手位 我們以肩膀來看 肩膀這裡畫出一個水平線 當我的手 高過於肩膀的時候呢 我們就稱之為高手位置的動作 那低於肩膀的水平線呢 那就是稱之為低手位置的訓練動作 那我們今天要用的就是 GIMATED 低手位置的做自發船 好 一開始當我的人做好之後呢 兩腳踩在胖板上 身體吸氣 挺直 握著握把 先將它拉出來 這個時候呢 先把金甲骨收起來 挺胸 拉到這個位置 讓我的手臂跟身體垂直 再反覆動作 做的時候保持呼吸 不要憋氣 身體不要前後搖擺 做完之後 結束 現在我們來介紹的就是 背部訓練的替代動作 直臂下壓 高手直臂下壓 在我們金針工廠裡面呢 有這台 GIMATED 德國的器材 我們來一起試看看 一開始坐下來之後呢 把椅子位置調整到 你的肩膀 跟這個器材的 這裡有一根螺絲 這是器材的軸心 跟它是同樣的一個高度 這裡有一個啟動桿 踩下去 手臂握著握把 然後呢 把手臂 伸直 不鎖死的狀態 下壓 下壓到 我的握把 碰到我的大腿 然後呢 再開始反覆動作 至於要往回多少呢 就要看我們的肩膀 如果你發現到 你的肩膀往回 到這個角度之後 你會發現到肩膀會抖 那就不要再下去了 再稍微往前一點 好 所以控制一下 你的動作範圍 好 結束的時候呢 腳踩啟動桿 再往後放 結束這個動作 好 以上就是我們 今天的訓練課表 在高體重範圍 這個也在教學的教程裡面 對 我少要通常在下面留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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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